一、一、一、一 脑中风是台湾常见的疾病 有八成是缺血性 两成是粗血性 抢救时间每延迟一分钟 就有两百万个脑细胞受损 评论基督教医院 看见在地急救志愿的必要性 成立颅内动脉取酸素的神经科团队 发病八小时内利用脑导管 将阻塞脑血管的血块取出 不必开脑就能打通脑血管 减少脑细胞坏死的范围 随着每分每秒的流失 病人脑细胞都会坏死 那目前的话脑中风的治疗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越早治疗越好 我们可以直接去分析 病人的脑部的缺血的状况 那可以知道他缺血的容量 那如果他适合做 我们就帮他评估做脑血酸素 为了协助病人把握附件黄金期 103年平均成立装折脑中风 即兴后期照护病房 病患出院后衔接居家复健 中医治疗 三个月黄金治疗期后 有八成病患恢复治理生活能力 做院一个月 他回去做三个礼拜 复健是做复健 一方面自己也在运动 复健嘛 现在会撒口 现在好会洗衣服 洗衣机会洗衣服 然后以后自己会晒衣服 透过居家PAC 我们让治疗师直接到病人的案家家里去做服务 让他的复健可以持续 不会因为他出院了 然后复健就中断了 平基神纪科团队表示 脑中风病患中只有7%到14%会死亡 大部分都会带着失能后遗症存活下来 造成病患及家属沉重的负担 因此把握脑中风复健黄金期 变得相当重要 缘续闻巴浪 屏东市 沉重不道